一旁的便利商店购物 竟然从内线车道直接一个大右转 结果正好就撞上了行驶在机车道上的南骑士 骑士被撞到飞了出去 还弹到了路旁的停车停放的车辆 双重这个再重摔落地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透过路口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小交车一个大回转 从内线直接切到外线 正好撞上了行驶在机车道上的南骑士 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了出去 整个人还弹到停放在路边车辆再重摔落地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小交车撞了过来骑士倒地趴在地上 两次试图爬起来 最后只能痛苦地蹲在地上 车辆车抵达现场 将受伤的南骑士送一急救 被撞的是一名90年次的郭姓男子 他说当时原本要去找朋友 没想到好端端的骑车 莫名其妙被撞直呼 好倒霉 太扯了 瞬间打瞬间转 很倒霉啊 这太夸张了 这车辆太危险了 这杀人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25号 地点在彰化市的金马路和且东路口 照射的是一名64年次的女驾驶 警方调查 当时女驾驶疑似要到路边的便利商店购物 没有注意才会念货 那双方没有酒驾的一个情形 在多车道行驶右转 因先驶出外侧车道 那处罚是新台币600到1800元 被撞的机车骑士全身多处擦伤 手部骨折锁骨也有压迫性的伤害 需要再观察 至于详细的车祸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对待容貌 张博报道